欢迎回到实用英语Plus,我是Dana 今天我们又开启一个新的专题 情景阅读与绘画 这个专题会更紧密的跟 衣食住行这类日常生活情景结合在一起 教一些具体的词句阅读和情景绘画 我们就从进入美国的第一步开始 那就是美国入境流程和海关实用英语 首先说一下入境流程 很多人愿意来美国留学、工作、探亲、旅游 但是觉得出入境的手续太难 担心跟海关官员无法交流 就只好放弃了 其实出入国境跟我们日常走亲戚的性质差不多 但是稍微复杂一点 分为关于人和关于物两个部分 关于人的部分 主要是看你的入境身份是不是合法 理由是不是充分 这就好比你去别人家做客 他们家有人看门 门位的职责就是了解清楚 这是不是个熟人呢 是不是亲友啊 还是亲友介绍的可靠的来客 有没有什么正当理由 要找谁住在哪里 经济能力如何 来待多久 如果不是永久居留性质的 会不会赖着不走啊 在美国入境大厅跟人相关的手续 就是CBP官员办理入境手续 也就是审核你的入境资格 盖章放行 CBP的意思是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就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 那我下面就用CBP官员 来指管人的工作人员 用海关人员来指管东西的 管物的工作人员 那关于物 他们要看是不是安全呢 是不是需要征税啊 就好比你去别人家做客 你带来了什么行李 有没有危害 将来走的时候多带了什么 需不需要征税 这些 在美国入境大厅 跟物相关的手续 主要是填写海关申报单 提取托运的行李 还有就是海关可能抽查行李 第一步是填写美国海关申报单 也叫入境卡 英文是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填写旅客的个人最基本的信息 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还有携带的货币和商品的价值 现在美国大多数国际机场的 入境大厅已经不再使用纸质的海关申报单了 而是使用APC自入机 APC自入机就是Automated Passport Control 自动护照管理系统 它有多种语言可以选择 你自己在自入机上扫描护照和签证 验指纹拍照触屏可以回答问题 打完以后自动会打印一张平条 拿这个纸质的平条 在办理入境手续的时候 交给CBP官员就可以了 第二步是去见CBP官员办理入境手续 下了飞机进入入境大厅之后 你马上就面临着排哪个队的选择 现场如果刚好有人在引导还好 否则的话就得自己注意看标志 咱们最好养成在公共场所注意看标志的习惯 后面我就会教大家一些标志排上的英语词语 在这一步有几个单词你一定要认识 因为它们会出现在大厅的引导排上 US citizens 美国公民 这是指持美国护照的美国人 Permanent residents 永久居民 如果你拿的是绿卡 你应该排这个队 因为绿卡只是个俗称 它的正式名称是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Visitors 访客 Non-residents 非居民 像持商务旅游探亲的B类签证的人 还有留学生F签证 短期工作的H类的或者L类签证 都属于这一类 All other aliens 其他外籍人士 例如持其他类型的签证的外籍拘留者 外籍包括中国籍 所以如果你的签证不属于上述的几种 应该走这个通道 在入境大厅不能使用手机打电话 不能拍照 不妨利用排队时间提前准备好入境文件 像护照 有效签证 海关申报单 入学证明这一类的 因为待会查验的时候都需要 轮到跟CBP官员交谈的时候 官员会问你一些常见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你来访的目的 和你预计逗留的时间这些方面 你的回答应该跟签证的目的相符 答案最好简短直接 我建议最好是在出门前就练好 入境时候必要的英语 关于这个 我后面会专门讲一讲 出入境的英语绘画 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担心出入境的时候 跟CBP官员英语交流不顺畅 可以向他们寻求语言协助 不要因为语言沟通问题 导致入境被去了 你可以用翻译APP 或者写一个英文字条应急 可以事先准备好这个字条 上面说 I speak Chinese I need an interpreter to help me Thank you 有了协助之后 针对CBP官员的提问 正常回答就可以了 遇到不清楚的问题的时候 遇到不清楚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说 Sorry I don't know 不要随便 乱答 Yes 或者 No 这是一些重要的问题 不能出错 如果你第一次入境 面谈通过之后 CBP官员会给你拍照 录指文 录指文的顺序 听官员的指令 我后面的绘画里面 会举这方面的例子 上面这些流程完成之后 CBP官员就会在护照上 加盖入境章 上面会注明入境的日期 签证类型 还有允许停留的时间 第三步就是提取托运的行李 机场的大屏幕上会显示 航班号和提取行李的转盘号 到相应的位置去领取你的托运行李 第四步 海关有可能抽查你的行李 其实你在出行前 就应该了解清楚哪些物品需要申报 哪些呢 违禁品 食品 药品 超过一万美元的等值货币 超过免税额度的商品或礼品 这个免税额度 美国居民的个人免税额度 通常是800美元 非美国居民的个人免税额度 通常是100美元 这里面涉及很多 有关违禁品和关税的知识 由于内容繁多 大多数人又不会设计 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推荐两篇相关的文章 写的比较详细 我会放在评论区 有需要的观众可以点开自行阅读 好 如果你携带了需要申报的物品 那就如实申报 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小细节 所有的肉类和蔬果都是不能带入境的 包括飞机上你没吃完的水果蔬菜和肉食 记得不要把这类的食物带下飞机 在海关抽查行李这一关 他们可能会问你 有没有带任何食品或药品 带了多少钱 你都应该如实回答 这个钱包括美元现金和你自己身上带的当地货币 没有要申报物品的大部分旅客 都会被安排走绿色通道 直接过X光机 小部分的会被抽查走红色通道 如果你的海关申报单上填了有申报物品 也会要走红色通道 工作人员会安排开箱检查 大部分在海关申报单上填的是无申报物品的旅客 都不会被抽查到 等到海关人员示意你可以通过了 你就可以拿着行李离开 入境就顺利完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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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